美国情报官员 习近平对俄罗斯遭到的反制感到不安 3月8日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情报界官员表示 尽管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变得紧密 但中国在看到国际社会反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后感到不安 情报界领袖还称 中国正在为其没有批评俄罗斯行为而付出代价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星期二 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场讨论全球威胁的年度听证会上称 美国情报界的2022年度国家威胁评估持续将中国视为最迫切威胁 其次是俄罗斯 之后还有伊朗和朝鲜 在国家安全相关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越来越接近成为与我们旗鼓相当的竞争者 他们正努力推动修改国际规范和制度 使其符合他们的利益 他们同时还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 特别是在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 海恩斯说 中俄关系日趋紧密 正当全球聚焦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之际 海恩斯在听证会指出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结盟关系日益紧密 我们可以在一系列领域看到 经济 政治 安全都是如此 而且预期还会持续下去 我认为那样的趋势会有一个限度 但尽管如此 这仍然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海恩斯在听证会上说 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科词 曾在2019年国会听证会作证时说 北京和莫斯科正投入大量资源 以争夺技术和军事优势 两国的关系比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还要更加紧密 这样的评估普遍仍获得了星期二出席听证会的其他美国情报界领袖的认同 包括中央情报局长博恩斯 博恩斯表示 俄中关系自2019年持续发展 但他认为北京目前正对发生在乌克兰的一切感到不安 北京不安 立场尴尬 我认为习主席和中国领导层对他们在乌克兰看到的情况感到不安 他们没有预料到俄罗斯会遇到这么重大的困难 我认为他们也对他们与普京总统的密切联系可能造成的生育损害感到不安 博恩斯说 他进一步称 北京正密切关注着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和经济孤立 他们正面临30年来较低的年增长率 我认为他们对这位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感到有点不安 博恩斯在听证会上接着谈道 北京在看到欧洲和美国团结一致反制普京的行动也感到不安 因为他们重视与欧洲的关系 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在我们和欧洲之间挑拨离间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点燃战火 至今已经养的星期 不仅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而且导致二战以来 欧洲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目前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人 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立场至今仍暧昧不明 北京当局一直避免谴责莫斯科的军事入侵行动 甚至不愿将俄军的行为定义为侵略 更拒绝参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就乌克兰危机举行的视频峰会上态度出现了巧妙的变化 尽管中国领导人在会议上依然没有谴责普京 没有指控俄国侵略 但是说话的基调似乎有朝中间立场调整的迹象 至少指责美国和北约的措辞有所减少 海恩斯表示 目前还不清楚这场乌克兰危机将如何影响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 我认为很清楚的是 中国没有站出来明确批评俄罗斯的行为 但与此同时 他们确实投了弃权票 例如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其他情况下 海恩斯说 他们似乎确实在为没有批评俄罗斯而付出潜在的代价 而那可能会为他们的发展轨迹产生影响 海恩斯强调 他认为总体来说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会持续拉近距离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 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告诉美国之音 他也同意中国和俄罗斯的结盟合作将进一步深化 不断增长的伙伴关系的基础是来自于他们都认为美国和民主是对他们政权的威胁 加拉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加拉格尔认为 北京是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为一次机会 借此分散注意力和分化西方国家 同时还将让俄罗斯在接下来更加依赖中国 长远来看 这将增加习近平对普京的影响力 加拉格尔分析说 两党议员担忧北京出现模仿效应 加拉格尔还表示 他担心北京将效仿莫斯科入侵行动作为对台湾实行武力统一的参考 加拉格尔说 我对台湾受到的威胁更加担忧 我担心的是等到一切尘埃落定后 如果所有在乌克兰的遏制行动失败的话 习近平得到的结论就会是你可以用武力入侵其他国家 所需要面对的就是来自美国的经济制裁 那我认为他会愿意付出那个代价 加拉格尔说 多位两党议员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都提问 谈到俄罗斯的入侵行动是否将对中国产生模仿效应 促使中国对台湾军事入侵或封锁 台湾和乌克兰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 美国国防情报局长贝里尔中将回应称 我也认为我们在太平洋的威慑态势完全不同 我们确实知道中国正非常仔细地关注着发生的情况 以及一切是如何发展的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里什纳莫迪 在听证会上指出 他认为中国对这次俄罗斯行动进行了错误的估算 中国政府一定误判了我们的决心 错估我们对那些进行恶意侵略的人构成经济损害的集体能力 克里什纳莫迪说 我确实认为 他们对过去12天在乌克兰看到的某些情况感到惊讶和不安 从西方对此回应的力度到乌克兰人民坚决抵抗的态度 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说 不过 伯恩斯也提醒 美国不应低估中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 在看到各国纷纷对俄罗斯实施的多项制裁后 海恩斯认为 这又可能将使中国更加正视我们看待台湾问题的严肃立场 尤其看到欧洲和美国团结一致采取制裁的做法 不仅团结 还有制裁措施所产生的影响 我认为 这两件事都对他们的盘算至关重要 除了出席众议院的听证会之外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 联邦调查局长雷 国防情报局长贝里尔以及网络司令部司令兼国家安全局局长陆军上将中曾根等美国情报界五大领袖 本周四还将出席参议院就同样主题召开的听证会 时刻新闻播报